A站前尾17号楼C2门市 建国派出所对面 隋化店 北三中路加清花园一座四门 大清一店 萨尔图区连友商城院内 大清二店 萨尔图区新村一庚 H1-10栋门市 黑河店 新龙街70号 七台河店 潮山区欧洲金城20号楼 加姆斯一店 市铁路医院北纹对面 东一百里 清零路22号 加姆斯二店 加姆斯市赛阳区解放路西顿 凯盛家园A楼9号 鹤岗店 鹤岗市三阳区光明路与天桥路交汇处 正14路口 双压山店 天山区二马路与西平行路交汇处 黑土地花园2号楼6号门市 西西哈尔店 小洞子中100米到北 五大林石店 宁丁路2中楼下 铁力店 东超街连夜法院且对面 庄城店 庄城新城区法院商服35号 赵东店 正阳四道街北红井花园北属第三门 客东店 联合街中医院后深 泛龙家园一楼三门 五长街南四岛历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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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龙腾北疆 望乎天下 这里是中国621天赫 调频94.6兆赫 龙广新闻台 本节目由三广电汉制作播出 黄色 白色 有点 我放在这里 是 有点 我放在这里 用尖联的中医养生文化 汉文语 银行 太可憐了 神秘的、昏煌的葬医药养生文化。 入住一眼,开创葬药独带天河。 龙、趁蛤、雷根、三燕猪行李盾, 构架葬医药的归乎体系, 源于古老传奇葬传医药, 将带给我们健康与长寿。 青藏纲原,地球上见从雷数不多的一片净土, 这里是日月星辰最近的地方, 这里的每一片叶子,每块石头, 永无神物一般神奇,而具有灵性。 荣惠博一与一身,天龙地包, 渊远传承两千年, 中华藏医善达天下。 让我们穿过拥有天年中医药兴文化, 切开草医药神圣面上, 欢迎总计,天年密码, 草医窗保。 初音机前的新宿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在每天的经历时间, 学习收听由雨薛老师, 为您带来的天年密码, 草医窗保,工医大讲堂, 草医窗保,保健食品, 我 sent about car喔, 今ala的经历这里在 democrats。 包健用于骏傲。 农村健康授件17060370. 好,现在我们就非常好。 好,下面我们有请�废大家喜爱的 雨薛老师。 雨薛老师,-您好。 — 喂,remo voi,你好。 —我们说完之前 16 省的 洗澡队老马 we 교聋长你们, 大家好! 大家好,讀万卷一树,兴起家乡父劳。 凭万长路只为百姓健康。 我是雨萱,欢迎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父劳相机们,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段来收听。 这些密码同意大讲堂。 那我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老爹老妈, 又到了咱们这一档修心修肾的知识环节了。 那今天依然还是给大家先讲一个修心的小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做《两兄弟》。 说过去啊,有两位兄弟相伴而行,要出一趟远门。 于是两兄弟呢,各自整理收拾了一只行李, 每人一只行李。 两人上路之后啊,这一路上重重的行李是将两兄弟鸭子传不过来去啊。 每人都拿着一只行李, 这个哥哥呀,是左手换右手。 这个弟弟也是一样,拿着兄弟缠呀,他也是右手换左手的。 左手拿一会儿累了,换到右手。 右手拿一会儿觉得累手了,不行,又换到左手。 两兄弟走着走着,打车突然停下来了。 这哥哥就说,这样不行啊,咱们两个的力气都要毫备掉了。 这个哥哥就在路边买了一根点单。 于是这个哥哥呀,就将点单把这两只行李一前一后的挂在点单上。 于是这哥哥自己扛起这两只行李的点单,在路上走。 反而这个哥哥觉得又比刚才啊,轻了许多。 那刚才拿一只行李的时候都觉得重的不行啊。 左手换右手的。 可是这一次自己把弟弟的也承担了。 结果反而觉得轻巧了很多。 这弟弟呢,也主动来承担。 于是弟弟说,哥哥我也来挑一挑。 弟弟一挑也确实是感觉啊,挑着这点单。 放着两只行李,也很轻巧。 那故事讲到这儿,讲完了。 我们很多老天老妈会感觉,哎呦,这小故事太简短了。 其实啊,在这个小故事当中啊,我们要体会到人生的一个大道理啊。 那我们在人生当中啊,也会碰到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问题。 那就像这两个兄弟一样,上路拿着一只沉沉的行李。 其实这个行李,其实这个行李就是许多的困难,就是许多的问题。 我们也难免会遇到。 但是遇到问题了,就像我们收音机前的老爹老妈。 我们遇到身体方面的问题,遇到健康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是应该像这哥儿俩开始的表现吗? 拿着这只沉沉的行李,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吗? 还都觉得依然很沉重啊。 还是我们应该找到正确的方法。 更重要呢? 就像哥哥一样,突然之间停下来,到路边去买了一根点单。 自己交着两个行李,也不觉得重,也不觉得累了。 那我们老爹老妈想象一下,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何者呢? 我们是选择一种反复,来拿这重重的行李,还是像哥哥一样那么空明能够找对正确的方法,来解决这一份困难呢? 那我相信说到这,可能很多老爹老妈都恍然大悟。 哦,我明白了。